咳咳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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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老婆买个骨子 叔叔 您好 没骨子给我 没吃好的 叔叔 您好 还有一个烤骨子 有十几瓦 有十几瓦看起来烤骨子 来 您吃老爷的 您吃哪里了 骨子里 骨子里面 这个有十多万 这个有十多 是这么好的东西吗 是我们家近有的一个骨子里 是你们家近有的一个骨子里 知道我这里说骨子是吧 我还说 好久以前 就得到国家了 现在手机上面 那些电视上面都有广告 知道骨子之前是吧 这个叔叔给我送了一个 他说一个骨子 然后他说价值要十几万 我先看一下 这个十几万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大鼻 大鼻桶 大鼻桶 就是鼻血 就是擦鼻的 对不 是 然后这个上面开了很多那个 开了很多的开片 这就是典型的老 一件老户 这里也有烧制的一个孔 这个典型的勾摇 勾摇呢 就是清代坊那个 额 圣诞野节的那种明代的勾摇 啊 这是清代坊的 但是这里就是 刘海细 细蝉 这里就是三娘子 骄子 它是人物的 人物的一个大鼻海 也称之为大鼻桶啊 它所有的开片 都是挺自然的 呃 从表面上看 它的开片就像好烂了 这个东西烂了 实际上 没有 实际上它没有烂 实际上它就是从里面开出来的 就是当时候它烧制的这种继续 呃 就从着我们呃 它成为那个歌谣 呃 里面的话也是一样的啊 全部都是呃 开片 这这叫做自然的开片 呃 没有没有 东西没有毛病 呃 来 它的声音很清脆 听到没有 说说 啊对吧 呃 对 没有毛病 这样子啊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歌谣 防那个明代的一个 防明代的歌谣的清代防的啊 一个防品 呃 值不到那个十几万 值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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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也值那么大那么多钱 值不了的 但是它气型呢 比较大 而且也是动作大的 你看它高度的有十七公分啊 呃 这个 呃 宽的方啊 也有十八公分 所以说这东西还是一个大件 一个大气的东西 还是蛮好的一件瓷器 呃 我出不了这么多钱呢 说说 出不了啊 呃 对不 我跟你讲 你二百块钱好不好 四千二百块钱好不好 一十一下 用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就是一个清代 法明代的啊 它不是本身明代的 如果它本身明代的话 呃 而且 那个价格肯定是不同的 而且又是下面有抵款 像这种下 它没有抵款 就是说 相当于就是能明的 那个 呃 民谣的消除出来的 它不是官谣的 如果下面有抵款呀 什么 呃 大大大大青年制啊 大明年制啊 那些抵款 它的价值就会更高 好不好 好 那我就给您四千二百块钱啊 好 便宜了 不便宜了 不便宜了 呃 我们收货都是 呃 比较根植的呢 嗯 根植了 您把茄收一下啊 好好好 如果家里面还有别的什么名茄 好 我坐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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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